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如果2024A演习释放的信息 是解放军绝不允许激进台独暴风闯关 那么2024B演习投送的信号 就是我们更不允许迷惑性 欺骗性 渐进性的台独 蒙混过关 赖清德在今年双市场发表了极具欺骗性 迷惑性和危害性的台独分裂言论 不仅延续民进党台独纲领的错误主张 继续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的新两国论 绑架火鞋到内民意 从演习实施背景看 赖清德发表挑衅言论在先 解放军采取必要行动惩戒在后 联合力见2024B演习 是成都触统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 这次行动还有一个新的特点 那就是全天后 它的实战氛围更加浓厚 这次演练任务部队 联合编组是于凌晨夜间即发起军事设压行动 从兵力激动展开布式到进逼设压 随时可有迅转战 就像高悬头顶的利剑 随时落地的重锤 让赖当局近距离感受战争威慑 告诫赖清德之流 搞台独就没有和平 搞分裂就没有发展 只要台独顺主挑衅一次 解放军围堵锁导行动 就会禁闭一步 用军力来威胁其他的国家 这个汉颠和国宪章的基本精神 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贞观的 这个基本精神也是相互违背的 所以对中国的这种做法 那我相信国际社会 台湾的人一定会有 一定成立的这个认知 那有关于今天早上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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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像中共今天开始军演 那我们向区议会码头这边 为什么会发现海军的雄龙三型飞弹 最近因为那个军演的关系 可能因为港区最近蛮常发现就是 国军来这边进驻跟在演习的部分 然后那我们也有通知各个就是 船主 船主出海坐跃的时候 要注意安全 只有在渔月电台 以及那个我们社群的群组方面 都有发布这方面的讯息 然后请各渔民 船员都要出海 都要注意安全 然后尽量不要靠近危险的区域 那这样看 这样看起来 你们会不会觉得会紧张气氛 目前看来其实是好像还好 因为就是大家出海的作业 还是照日常这样一起 照日常这样出去 所以应该是目前还没有感受到 其他就是有相关的紧张的气氛 还要穿就先一点画板 阿哥 不好意思喔 给你证明一下 来到那边 再来我们这边 像这样喔 那边我们会烦恼吗 不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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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常态啊 常态啊喔 对啊 啊像这样 既然 我就去港 那边要做 那边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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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买肉 那边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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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请问你一下 现在就是大陆那边在演习啊 啊这样子 演习对我们渔民啊 会不会造成一些困扰 你会不会担心 也是会担心啊 有时我们在那边海域 也是会担心啊 也是会 会有所警備啊 会不会说 这几天就是 尽量不出港这样子 有在那边海域 我们就尽量不出港 那这几天人 这样子就没有收入 那该怎么办 也是没有 听天游民啊 听天游民啊 对啊 那 那 演习这样子啊 说真的 会不会担心啊 当然会啊 我们这边也是有在 有时候有在演习 我们就尽量避开啊 就尽量避开啊 就尽量避开啊 对啊 有时候去别的海域抓看看啊 淘海人就是这样 好天气就要出港了啊 不然 收入来源要怎么办 外来卸水一大堆啊 也是会烦恼啊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不客气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